《新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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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肯定是有的 戴口罩啊 然后手消毒啊 然后等等方面的 可能都需要注意一点 社会方式的改变肯定是挺大的 主要是也很少在外面去吃饭呀 然后跟家里人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一些 改变就是很少在外面跟朋友吃饭了 自己在家做饭都多了 挺锻炼厨艺的 你吃饭的时候必须要分桌 基本上就是分餐了嘛 就是本来是一盘菜 然后分成两盘去大家吃 就是分开个人吃个人的 原来可能就是太急也就急也就急急了 现在太急可能也都想下意识地 离人家有点距离 就算我觉得可能 就算人家可能不太在意 但我都会心里怕 觉得人家会在意我离他 在家里面也锻炼的比较多 跟着一些平台上发布的东西 瑜伽操啊 短方体操 孩子们也会跟着练一练 比以前虽然户外的这种晒太阳可能继续少了 但是孩子运动时间比原来我觉得还是多了 我们现在订东西全部 99%都是线上了 也就是买菜买水果会去实体店 但是线上的速度非常快 包括这个便民的服务 他们菜站往门口的货架子上送 这个也是非常便捷的 可能现在就电子化办公会更普及一些 其实人越少沟通越有效嘛 但是很多行政上的事物 不能去办公室有点不太方便 孩子一直在上网课 对这可能也是未来一种教育的趋势 因为在之前也有这种网上教育 是吧 但是大家都还习惯于这个在线下上课 但我觉得可能通过这个的话 大家会感觉线上上课好像也还蛮方便的 接上找工作视频面试 现在都很高端了 之前都是现场面试挺好的 因为两方要是接触的不好 就不用去现场浪费时间了 接触好再去现场面试我觉得也可以 我在医院工作因为可能接触到医疗服务 现在我明显感觉到的 各医院都开始互联网诊疗 和远程医疗 在线问诊的这些功能 然后逐渐地开始上线 然后这个也将是一个趋势和一个热潮吧 可能就是继续会戴口罩 继续会减少人员密集的地方去 还是出于一种自身的防护的一种考虑吧 我觉得可能这个之间的这种就是 比如说吃饭啊 大家可能会减少经常性的这种接触 然后再一个就是分餐啊 这样的一些习惯也是挺好的 包括这个大家可能会更加注重健康 多进行这个户外的一些锻炼啊等等 地铁的这个比较松松的方面 一些比如说商业的场所 希望它就算回到疫情发生前 它能恢复生意很兴隆啊 但是还是希望它能保持一点点距离 就是小孩赶紧上学 就是小孩赶紧上学 赶紧回公司上班吧 这样的线上办公虽然说是可以工作的 但确实效率有些问题 就不如面对面沟通来得快 看电影 然后一些什么欢楼鼓啥的开 快开差不多了夏天了 吃火锅 自己吃没有意思啊 就是在朋友去火锅店吃 这疫情的原因就是过年的时候 也都是一直在这边工作 疫情结束之后可能还是想回老家 看爷爷奶奶看爸爸妈妈